在一片忙碌的施工现场,工人们意外挖掘出了一座西汉古墓,随着土石被逐渐清理,尘封千年的墓室重见天日,然而,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发生在打开棺木的那一刻,棺中竟传来一声叹气。 这一突如其来的声音,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背脊发凉,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作祟,是古墓中埋藏的秘密,还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? 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2002年7月7日,连云港市海州区双龙村的一个普通下午,十几个工人正在石棚山脚下挥汗如雨。 为修建一条通往山顶的花园路而忙碌,这条路不仅要方便游客登山,更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,据传,宋代文豪苏氏曾在此登高望远,留下了诗篇佳作,山间的飞轻轻吹拂,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变迁,见证着历史的潮起潮落。 然而,谁也没想到,这个看似平凡的工程,却成为了揭开历史面纱的关键一步。 当挖掘机操作手将师傅的颤抖遇到阻力时,他原以为只是遇到了普通的岩石,可当他仔细查看时,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倒吸一口凉气,那赫然是一具棺材的轮廓。 将师傅的心跳骤然加速,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触碰到了某个尘封已久的秘密,消息很快传开,警方和文物部门迅速赶到现场,考古专家们根据棺材的材质和墓葬的形制。 初步判断这是一座西汉中晚期的高等级墓葬,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,一座规模可观的夫妻和葬墓逐渐显露出他的真容,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周围的泥土,生怕错过任何可能的线索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,仿佛时光倒流。 带我们回到了2000年前的汉代,7月9日,这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里,连云港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向剑云带领团队,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编号为三的棺果。 当棺盖被掀开的一刹那,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声飘然而出,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栗,这一刻仿佛时空交错,古今相遇,2000年的时光在此刻被轻轻拨动。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,随后的发现,棺内静静静躺着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遗体。 她的皮肤依然柔软,面部表情清晰可变,甚至连脚底的纹路都清晰可见,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。 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发现如此完整的汉代诗诗,向剑云的手微微颤抖。 她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,经过初步测量,这具女尸身长1.58米,体重25.5公斤,她的黑发中夹杂着些许白发,专家们据此推测她去世时年龄在40岁左右。 更令人惊叹的是,她的肌肤保养得宜,脚底无减,显然生前是个衣食无忧的贵族女性,她的指甲修剪整齐,手掌柔软,进一步印证了她尊贵的身份。 专家们小心翼翼地记录着每一个细节,生怕遗漏任何重要信息,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,这位神秘女子的身份渐渐浮出水面,在她的随葬品中,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至关重要的物品, 一枚刻有灵氏惠平四字的龟扭青铜印,这不仅揭示了女师的名字,更暗示了她非同一般的身份,印章的工艺精湛,字迹清晰,反映出制作者的高超记忆, 根据汉官仪的记载,只有年凤2010以上的高级官员才有资格使用龟扭印,这意味着灵惠平的地位可能比一般的太守还要高,有学者推测,她可能是被朝廷封侯的女子,或者是出身显赫的名门望族, 这枚印章成为了揭开灵惠平身份之谜的关键钥匙,引发了考古界的热烈讨论,与灵惠平合葬的还有一位被称为东宫的男性, 虽然她的身份无法确定,但从出土的目睹来看,她生前的地位至少在太守以上。 这进一步印证了灵惠平显赫的家世,专家们推测,东宫可能是灵惠平的丈夫,两人的合葬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和社会风俗, 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陪葬品,包括漆器、铜镜和丝绸残片,这些物品的质量和数量都彰显了墓主人的尊贵身份。 灵惠平的发现,不仅是考古学上的重大突破,更为生物学、医学等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,为了揭开她千年不符的奥秘。 2003年6月,一场跨学科的研究工作拉开了帷幕,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齐聚一堂。 带着先进的设备和丰富的经验,开始了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,在连云港市人民医院,专家们对灵惠平的遗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解剖, 结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她的内脏器官竟然保存完好,心、肝、肺、肠都清晰可变,就连大脑的勾回都清晰可见。 这在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,专家们小心翼翼地取样分析,希望能从中找到千年不符的秘密,每一个发现都让他们兴奋不已。 因为这意味着对古代生活、疾病和死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然而,与马王堆汉木出土的新追夫人不同。 临惠平木中并没有大量木炭和厚厚的白高泥层,更令人不解的是,她的官业呈弱碱性,理论上更容易滋生细菌,那么,是什么让她得以千年不符呢? 这个问题成为了专家们研究的焦点,他们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,试图破解这个千年之谜,专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,包括特殊的地理环境,独特的埋葬方式等。 但最终的结论是,临惠平的保存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其中包括深埋、蜜蜂和缺氧等条件,这个发现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认知,也为股市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。 研究过程中,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,比如灵惠平体内残留的某些物质,可能是当时特殊的防腐技术的证据,通过对灵惠平遗体的研究。 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一位汉代贵妇的生活片段,她的牙齿磨损程度较大,反映了当时的饮食习惯。 她的左脚外翻,可能暗示她生前患有某些疾病。 而她腹部的伤痕和手腕的勒痕,则被专家们认为是死后形成的。 这些细节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面,向我们展示了灵惠平生前的种种可能。 2002年12月,专家们还原了灵惠平的容貌,那张栩栩如生的面孔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汉代美人的风采,鹅蛋脸,柳叶眉,樱桃小嘴,一双大眼睛,炯炯有神。 即便在今天,她也堪称绝代佳人,这个复原过程融合了考古学,人类学和美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,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创作。 专家们通过对灵惠平投股的精确测量和分析,结合汉代的审美标准,最终呈现出了这幅动人的肖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灵惠平的故事逐渐从考古学界走向了大众视野。 2008年7月,在经过精心的保护和准备后,灵惠平的遗体终于在连云港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。 从此,这位沉睡2000年的汉代贵妇,成为了连接古今的一座桥梁,为我们展现了一段鲜活的历史。 展览不仅展示了灵惠平的遗体,还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实物展品,全方位地呈现了汉代的社会生活。 参观者仿佛穿越时空,与2000年前的历史面对面。 灵惠平的发现,不仅是考古学上的重大突破,更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 她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汉代社会的缩影,感受历史的脉动,从一次偶然的工程发现。 到成为连云港市的文化名片,灵惠平的旅行见证了考古工作的艰辛与魅力。 她的不服之身,挑战了我们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,也为相关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。 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为何历经2000年,灵惠平依旧能栩栩如生。 她能够完整地被保存2000年,本就是最大的奇迹了。 很多人也会拿灵惠平去和马王堆女士做对比。 马王堆女士的墓葬规模更加宏大、豪华,棺材内部的基叶并不算多。 且棺材外面还包围着5000多公斤的木炭,还有成分为氧化铁、三氧化二铝等组成的白高泥层, 本来就有很强大的防腐功能,与之对比,灵惠屏幕就非常简陋了。 除了果板上的白高泥外,并没有木炭之类的东西, 且几口棺材在出土的时候都盛满了液体,专家们也很疑惑, 这些液体是在入链时注入的,还是日久天长之下渗入的地下水, 目前都没有任何定论。 根据相关机构的提取分析,官叶的PH值为7.55,呈现出弱碱性的特征, 其中还含有血红蛋白,这和PH值高达5.18的长沙马王堆木中的官叶是完全不认同的。 明明是适合细菌生产的碱性环境,可林慧平依旧能保持不符,这又是一个谜题。 2003年6月,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拉开了序幕, 连云港女师被送到了连云港市人民医院,来自上海和南京的专家齐聚一堂, 开始探究其女师背后的秘密。 首先,医务人员使用X光和CT扫描的方式对女师进行了全面的试检, 也发现女师的左眼球比较完整,即便在脑组织缩小的情况下依然清晰可见。 接下来,专家对女师进行了解剖,还有了更多惊人的发现。 女师的脑组织萎缩了二十分之一,可大脑额叶的勾回清晰可见,三叉神经也保存得很好。 肌肉依然是有弹性和韧劲的,在打开胸腔后,内部的脏气也都保存完好, 心肝肺都能分辨得很清楚,女师的肺部呈现出灰白色,似乎有碳类物质。 专家初步分析这可能与林慧平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有关, 这就如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人,家中在经常使用暖手壶之类的东西会造成室内污染。 而女师的嘴巴中有着保存完好的二十八颗牙齿,牙齿的磨损程度要大于现代人。 对此,专家给出的解释是,这与当时的人们常常会吃粗硬的食物有关,并不稀奇。 对林慧平的解剖工作一直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, 专家们各个疲劳又兴奋,因为整个解剖工作都要比预想的情况还好, 就拿脏气保存情况来说,这已经是个奇迹了。 解剖结束后,专家们分别对古诗的病理学、生态学、分子生物学、法医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, 来获取两千多年前人们的生产、生活等方面的信息, 这样一来,古诗之谜的揭开,也就越来越近了。 原本,大家还以为连云港女师的调研工作能够揭开马王堆女师的相关谜题。 可随着解剖工作的完成,反而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, 尸体能历经千年不符本就有着太多偶然的情况, 在21世纪,科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, 专家还是尽量给出了解释,分别是深埋、逆风以及缺氧。 此外,还与特定的地理条件因素有关, 医学方面的专家介绍说,尸体之所以会出现腐烂的情况, 是因为人的体内外都会有细菌的出现。 菌体会有一种酶能消化蛋白质, 人在过世之后,细菌则可以利用人体进行繁殖, 来消化人体组织, 但是低温和无氧环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。 福尔玛林液成分中有10%的甲醛, 在医学上也被称为固定剂, 合理的配置能够使得蛋白质失去活性, 从而达到防腐的目的。 细马王堆女诗, 湖北荆州男诗之后, 这是被发现的第三具保存完好的汉代诗型股诗, 也是在长江以北的地区的首次发现, 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, 原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后, 林慧平便应该进行对外展出, 可由于博物馆搬迁的原因, 专门为林慧平而修建的展厅还没能布置好, 因此女诗便一直被放置在地下室内, 一待就是两年多的时间, 为了让林慧平早点与市民见面, 市博物馆还专门找来了湖南省博物馆的相关专家, 为林慧平搬家, 2008年7月底, 专家首先抽取了原本棺材内的液体, 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尸体, 林慧平的新家安放了双层棺,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, 工作人员小心地抬着女尸, 终于来到了展厅当中, 将林慧平轻轻放在了透明的新家之中, 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教授张建一, 是第一次看到林慧平, 她也激动地表示, 从女尸的保护状况来看, 整体的骨骼情况还是不错的, 在女尸搬迁的过程中, 我们也充分借鉴了马王堆女尸的保护措施, 在下一步的保护当中, 还会从整体组织细胞, 分子方面进行保护, 今后也会定期对林慧平进行检测, 使得文物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保护。 就连湖南卫视的编导都说, 魅力四射的连云港是必须要来的, 因为这里的博物馆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。 如今, 男友东方睡美人心追夫人, 北友古墓丽颖林慧平, 作为中国东部的历史古城, 现在林慧平也成为了港城悠久历史的重要名片, 这一男一北两位美女, 也在共同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镶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